最近真的新闻看了很累 一个刘家昌跟珍珍在那边闹 还有他们的儿子 然后老婆 带着儿子躲开那个老公 逃到无中无影 连那个妹妹营霞都找不到姐姐 珍珍 问题是你知道他们也是在做戏 他们就是怕刘家昌 那刘家昌就 把自己的家里的事公告全世界 我不知道啦 我对他开始有一点烦啊 我觉得 但是他写的歌我还是尊重 因为他的歌都是我喜欢唱 我喜欢唱他的歌 我家在那 唱得这么好听 现在家里家便 南风又轻轻吹起 就是 哎呀有时你去海鸥啦 这些歌 对不对 还有什么歌啊 刘家昌的歌 梅华 梅华 哇这些歌 让我那时候看电影都会落眼泪的 还有很多歌嘛 他的歌都很好听 烟雨斜阳是我最喜欢的 我常常唱流行歌曲的 我而且参加比赛的 声音是不错的 不太差的 如果要清唱的话 是可以跟人家 是不会输给人啦 问题是 年纪大了 七也是差了一点 而且没有念嘛 技术也不好 但是你别厚厚还是有清唱节目 接下来应该有一些清唱节目 真的希望 有时 我觉得我的直播 是啦 如果你清唱谁要看 哎呦 你讲家里的事谁要看 你讲刘家 刘家昌 真真谁要看 你讲台湾大选都没有人要看 总统选举 你讲以沙战争 以哈冲突也没人看 你只要摆一个工人党 就人家就比较爱看一点 那我今天 什么题目呢 我跟你讲 我真的没有题目才惨 我真的跟你讲 我不怕跟你讲 我真的没题目 通常我会找一些题目 我就放在我的脸书 然后只有我自己看得到 然后晚上我都可以讲 我好像今天没有留到什么东西可以提的 你看 有啦 就讨厌了一个啦 我现在就立刻念给你们听了 先跟 已经打招呼 但是我好像看到有一个人进来 他说很久没有看到我 谁 Irene Go 欢迎你 他说张大哥大姐和Lily和各位 晚上好 好多天没打招呼 还好 谢谢你 谢谢你Irene Go 然后还有C-H 晚上好 好 然后 就是这个题目 全球最富裕国家排行榜 新加坡 新加坡多怪 我们都是有钱人 我们都是有钱人 我们是有钱人 为什么我这么穷呢 没有啦 他是有钱嘛 但是我们不是有钱的退休人士嘛 新加坡在一个全球最富裕国家排行榜中 被评选为全球最富裕国家 哇 GDP为基础 以购买力 哇 PPP计算出来 就是以每个人的国内生产种子为基础 以购买力评价PPP计算出来 就是以15万7354的人均国内生产种子 居榜首 有咩 这个15万 哇 美元呢 所以有21万5512新元 有咩 那你我们的国内生产 个人的生产种子 不过生产种子不懂 不是说你的收入了 也包括其他的可能 我也不懂啦 Anyway 卢森堡第二 卡达尔第三 第四 爱尔兰 第五 阿联酋长国 第六 瑞士 第七 挪威 第八 美国 第九 胜利 圣马利 和文莱 是第十 文莱 第十 我们还比 哇 我们第一 哇 新加坡是个城市 是个国家 全球少有 新加坡的 在亚洲经济 体重扮演 关键角色 地点优越 因此是消费 电子产品等商品的 运输 趋留 网站也指出 因为这个是 这个排名富裕 就是因为 我们买啊 买东西 很厉害 也不见得啦 我的产品 有时都没有看到 有人来买 我不是电子产品 新加坡全球最多 百万富翁的国家之一 而且是以 贪腐率低 文明 啊 有点带风向啊 有点说 要消毒消毒啊 我们现在就是 等着这个贪腐案 全民期待 当那个直播世界 在我的 那个 社区的 问卷当中 我们 当那个直播世界的 网友 最不能够忍受的 就是 贪腐 以购买率 评价 PPP 计算出的 国内生产总值 是根据各国 不同的价格水平 计算出来的 货币之间的 等值系数 可以消除 不同经济 体之间的 价格差异 因素 我照念 我也不明白 讲什么了 总之就是这样 我们最富裕的国家 富裕到我们的男人 看到一个男子 在金沙赌场 的那个 玻璃门的后面 就蹲在地上大便 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吗 这个男子在金沙 山场内 排便 警方和金沙 正在调查 但是有人说 这是假的 他在金沙 购物商城 角落 排便的照片 引发日益 我跟你讲 他那个玻璃板 如果我没有错 我曾经就站在玻璃板的外面 有时进去里面 有时进去外面 为什么呢 我曾经做过保安 被派到那里 带着几个 同事 做巡逻工作 那时候正在进行这个 红星大奖的彩排 我有去 正式的录影 我没有 正式的 现场转播 我就不在 我只是坐一天罢了 所以那个玻璃 对我来讲 很深刻印象 因为大家好奇 有明星 就在窗口里面跑 那时候天气又很热 明星没有出来 又跑进去 这种人 我只跟你讲 已经是 大概是在金沙 不懂是不是在赌场 已经输到 真的输到拓铺了 这种事情真的有 在国外也发生过 有人在地铁 在巴士 在地铁 在外面 和地铁 车厢内都有 很多都是精神病的问题 他们已经没有 忘我了 我只可以这样讲 他们没有 根本不在乎 人家怎么去看他们 所以这些人 真的要去面对 我跟你讲 警方 如果他这样做 刚好你又是保安人员 哇 真的是 这样没办公 不懂怎么去收拾 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因为你要忍受很多东西 忍受他的脏 忍受他的变 忍受他的精神问题 忍受他 可能他找不到厕所 找不到厕所 他不懂厕所的 不过吗 可能他愤疑 或是尿疑 叫愤疑 不知道 这种新闻 有时看的是 蛮吃不下饭 或者吃下饭 又很不舒服 但是我看到 那个玻璃窗口 我就回忆很深 所以我就看到 顺便讲 没有什么意义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 通常 这些人精神 都是有问题 我只可以这样讲 你和我绝对 不可能这样做 对吗 我们唯一 我可能有这样做 唯一 唯一 有没有曾经过 好像有 很年轻的时候 在当兵的时候 当兵是这样 当然 那个是理所当 我们没有 自己挖厕所 挖洞 当兵的时候 我有这个经验 家德士有没有 没有了 还好 没有痛到 有尿疾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大便急 有尿急 我记得有一次 不知道 穿家什么吗 我们去 营会 回来的时候 全部中毒 从关丹 坐巴士回来 哇 这真的受不了 整车 实物中毒 整车 实物中毒 真的没办法 叫那个巴士机停 然后全部 真的痛了 的人就吓 吓到那个草丛 那些草 优势不会太高 所以他蹲下来 你还可以看到 他的头 但是看不到 就是他蹲在那边大 男生还好 女生很尴尬 不过真的痛到不能了 我们没有 我们两个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吃 那只鱼看得有点 啪啪这样 那个辣椒就 铺在上面 还好我们两个没吃 但是我们也没有给 他们厕所指 这些 好像有 大家帮忙 我忘了 没有 我们这车 我们这车比较好 另外两车的 很糟糕 讲这种 张大姐 就真的兴奋起来 火力 这种叫做记忆深刻吗 OK啦 你看啦 我们是全球最有钱的人 现在又是一个全球最厉害的 什么 九成国人表示有压力 比全球平均力 平均比例高 所以我们也是全球 平均压力高的 国家 国联 所以 你不奇怪了 有人蹲在地上 随便 大小便 最近要调查 发现国人的压力水平 自2021年来 就不断上升 接近九成的人 表示有压力 比全球平均比例 高出七个百分点 所以张大哥 有没有压力 没有啦 我没有什么压力 我压力已经减得很低了 只是情 情绪有时候会有一点低落 当然有原因啦 但是不是我家里的 不是关系到我家庭 所以那种情绪低落的原因 还好了 最怕家里有事嘛 对吧 大家都是这样讲 对不对 什么情绪低 外面的事不要紧 我们慢慢的去 化解 家里有事 哇 你就很辛苦了 通常是这样的 所以 新加坡啊 2021年 就不断的压力上升 所以有90%的人表示有压力 所以比全球平均比例高出7个百分点 7% 一个医疗保健公司的调查 今年5月到6月 对12个市场的1万人进行调查 其中1000人来自本地 本地受访者中 本地受访者中 71%表示有压力 但能够应付 16%有压力 而且无法应付 73% 这完全没有感受到压力 你问我 你问我 我是属于71% 有啊 当然有压力 还能应付 其实啊 老实讲 退休人是不应该有压力 压力来自哪里 太闲 没问题 也是压力 钱缩水 退休金缩水 这个张大哥每天挂在嘴里讲 当然是压力了 哇 今天去验血 验完血 是进食吗 肚子热 不懂要吃什么 那边就是那几样 结果吃一个 肉骨 厘力 不好意思 肉骨 虾面 你说好吃吗 好吃啦 但是 我也要这样讲 为了节目效果 但是不能够跟厘力的 那个market street的虾面比 哇 五块半啊 我从他的面 三块 三块 三块半 四块 四块半 四块半到五块 五块半了 对不对 他还好啦 他的肉骨蛮大 从前是排骨 他把那个排骨的字 割掉写肉骨 跟排骨的价钱差一点 但是他的肉骨很好吃 你可以把那个白白的 他的那个什么 筋啊 那个叫什么 骨头啊 那个是软骨 软骨 我喜欢吃他的软骨 我就吞进肚子里面 很大块啦 给他三块 五块半 所以我说他很 为什么他要加价呢 他如果把三个肉骨 变成两个 然后虾 也有三 有三只啦 他的虾 整完整的三只 然后有鱼饼 有 有猪肉 猪肉也给蛮多 其实他不应该卖 他不要 他可以不要卖五块半 他可以卖五块的嘛 那料不要放这么多嘛 可能他的想法不一样啦 我宁可五块半 那是我料加煮给你 可能人家反而愿意吃 当然他有四块半啊 你没有肉骨就是四块半啊 你家那个肉骨就五块半 所以这个就是压力咯 哇 我是说我的压力 不是他的压力 哇 你那十块钱 又 所以 哎呀 在所有感到有压力的受访者当中 十八岁到二十四岁的年纪 占比例最大 这个我就很奇怪了 十八到二十四 拍拖啦 有压力 曾经请女朋友 准备拿物质也是压力咯 两小无差这样 谈情说爱都要花钱咯 然后要组织家庭咯 要结分都是钱 是吧 压力了 十八到二十四 差不多过二十二一二二 你不要说年轻 有些已经早熟都 越早认识 越早结分 越早拿房子 越早拿到是越好 越拖越死 我觉得 新加坡就是这样 你一直拖 一直抽签 抽不到 你一直拖 拖得来啊 我告诉你 很多离婚了 还没有拿物质先离婚 有些拿了物质 觉得不满意又离婚 有些拿了物质 很满意 但是很贵 又离婚 所以啊 有些人等不来 那等的过程当中 因为住在 新加坡的家 住在 呃 呃 呃 住在女方的家 男方的家 又不合 又离婚 最近我有一个亲人 本来要去 香港参加 呃 婚礼的 结果男方 女方因为物质哦 对不对 因为物质 香港人因为物质 是很有可能的 他们的物质 真的是比 比你要买一件物质 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 因为物质 南方不要放 男方不要放 老婆的名字 甘愿放弟弟的名字 有没有搞错 这个名字 你娶个老婆 你的物质不分给他 对不对 本来就跟弟弟年 他年龄买 哦 他本来跟弟弟年 然后呢 跟弟弟年龄买 然后他出的 他公公的钱多 然后现在他自己要结婚嘛 嗯 他现在自己 他自己要结婚的话 钱不够买 新的房子嘛 嗯 你朋友都说你应该 你应该放弃 跟弟弟 联名嘛 然后两夫妻联名嘛 太不舍得 这个就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听张大姐这样讲 也有 也有值得 去解决的 困难啊 他如果跟弟弟放弃买物质 弟弟也没有办法供 或者是弟弟怎么办 如果三个人喝得来的话 真的是三个人联名 买一件物质 买了一件都挤不到第三个人了 第三个人大概要 要睡在马桶 真的真的 香港的物质 你认识香港人 不会带你去参观物质 如果有香港人跟你讲 请你到我家里 吃个便饭 他那间物质一定是很大 香港人不愿意去他家里的 物质很小 有些好像住在农子里 农民他们叫 所以呢 调查也显示 造成本地人有压力的三大原因 一次是 目前的生活费 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个人财务状况 这些都是造成大家有压力 生活费 未来的不确定性 哎呀 和个人财务状况 我个人要觉得要提啦 你所说的个人财务状况 年轻的时候啊 有些人又 很多人是 投资私利 网络投资私利 买股票啦 买这个买那个 很多人都是这样 年轻人很容易被人家游说 投资一些东西 根本就是滑不适 可能也是骗局 那工作也是不顺利 工作的时候 每个都做 就是 不是你 不是你的 专业 但是你跑去做一份 职业跟你的专业 没有关系 你就很闷闷不乐 所以我 我了解年轻人了 那有些年轻人送餐啊 那种 我是说那些 可能文凭不够啊 就要去送外卖啦 就要出车啦 有时心里也会闷啦 同学们之间哦 比来比去这样 也是很累的 我觉得 然后 自己的女朋友又看不起 自己的男朋友 那个男的就受伤了 就闹得很不愉快 疑神疑鬼这样 有些女生也不安分 有些男生也不安分 就是这样啦 很多这种事情发生 然后这个社会的 优惑又多又大 你看啊 你说 年轻人投资 不懂 装懂 就算是诈骗集团 得手的 那种钓鱼的诈骗 也是 也是年轻人受骗多了 但是我最近一直听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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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照顾的这些长子 每个都说我没有手机 我的孩子没收 不过我 我心里讲 也是好啦 没收就不要有手机好 现在诈骗太厉害了 我都有点担心 我今天就是了 我今天我跟大大姐第一个时间就要去台湾了 诶 讲漏嘴了 去一个地方 很难订了 直接 直接向他那个景点的住宿单位订 他今天就是订我要去的 开始 他是每三个月 十一月一号开始订 十二月一月二月 我二月要到 哇 最后给我订到 而且他的房间啊 有些有楼梯 不是 全部都有楼梯 但是只有一些有电梯 那张大姐很群奴 整天跟他们whatsapp 哇 他们 你问他很快就回复了 很奇怪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旅店的服务了 真的是一流了 我张大姐问什么 他就回什么 然后我现在问什么 五分钟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他们就会回复我 结果我现在还拿不到 我已经证明 我已经订了 放了订钱 但是我没有那个详细的情形 他说 要我去确认啊 进不了了 不懂为什么 那就很担心嘛 证明你拿什么 还好 他就email我 证明 或者whatsapp 也whatsapp张大姐 一个email一个whatsapp 都是同 他有给订单号码 也给订单号码 当然有那个订单号码 是不会 不会假啦 问题是订单的内容 会不会被改 我们也是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嘛 所以哇详细啦 你几号几号来啦 你住啦 你怎样啦 你付了定金多少啦 你还欠多少啦 大概 那些钱你可以 到时现场还啦 就是 还了不懂 我们还了不懂多少钱 还了 还了三分之一 还是四分之一 剩下钱他说 现场还 你可以用手机 你可以用支票 没有 你可以用现款 你可以用信用卡 我就安心了吗 为什么我要赶快知道这个内容呢 因为肯定 确认 也真的扣了我的钱 信用卡也扣去了 我就可以取消我原本 我原本stand by 一间 在网络订购 这个饭店有一个好处了 因为我 我多年来都是 那一个的 我都是跟他们订的嘛 他们赚我很多钱啊 不要紧 钱给多不要紧 大概每次去 饭店肯定 留给你 位置 要好的 可以的 request的 都 fulfill 那我就觉得很好 我们总是要觉得说 人家要拿一点行政费 什么给他呢 没有啊 今天这间 反而比网络便宜 网络还没有出 网络还没有出 我们先拿到 不要紧 根据他讲 超过60岁 又有便宜 可能到时我们还钱 因为我是本 这边的公迷嘛 可能我到时跟他讲 可能到时我们会给更少了 我又是birthday money 刚好 明年2月 耶 哎呦 很开心耶 他给你很多 很多那种什么 入门券 就是他那边的设施 又给你什么餐券 入门券 哇 整个 没有餐券啊 早餐券没有吗 早餐券 早餐券不是餐券啊 哎呀 你看我头脑还清醒 所以你看 很开心嘛 进了一个房间 后来又 又又又又 又订到另外一个地方的 因为我们去蛮多天的 又订到另外一个间 又把原本的那个 替掉 订到好的就把旧的替掉 新的这个多 9块钱 9块钱是一天的 9327 对 一天多9块钱 但是又可以拿 嗯不是 可以拿回9块钱 但是每一天又多9块钱 全部都 多27 哎不懂啊 总是每个房间 多 现在是9块钱 但是它的 那个面积大很多 原本那个14嘞 多么小 你懂啊 那个 旅店的房间 13啊 现在24啊 25 22 值得咯 给他几块钱 房间大 床大 背景好 我还可以做直播咧 可以赚为那几块钱 所以很开心了 今天 今天这两件事情 很顺利 不是每天找 找得到这些房间的 这些礼店 有些很难的 所以我 我今天心情是 就是 昨天 以前都心情不好 今天心情就很好 所以你看我讲到很兴奋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都是 亲力亲为吗 飞机票也买了 旅店也订了 有些已经还钱了 有一个说 你一定要还钱 就赶快还 我宁可还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最怕的是那种 你预定哦 时间到 他不是要扣你的信用卡吗 你听啊 他说 27号 你 比如说你2月1号去 他 他一两个礼拜前 扣你的信用卡 比如啦 时间到要扣信用卡 你的信用卡发生问题了 你之前被盗用了 盗用了很多钱 你怕了 你一定stop的嘛 你一stop 信用卡都 他就扣不到钱嘛 那个旅店就扣不到钱 他扣不到钱 他哪里管你 他就充公 不是充公 就是 没有咯 取消咯 他当成你取消 而且还罚你 可能他还罚你 过后再debue你 还是什么 你哪里知道 所以我 我每次就是担心这种 所以我每次跟张大姐讲 既然我们要去 钱就还 万一我们有什么事 有事反正 哎呀 有事都难过了 还要去管他 追不追回来 这笔钱 那如果 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突然 哇 战争来了 好像 那时候那个 Covid来 对 Covid来咯 我们本来要去 以色列咯 我也没办法 取消嘛 买了飞机票的钱 还好全部可以 给你回来 因为是飞机 飞机公司 航空公司不飞嘛 他自己 要退钱 所以我们就 幸运的拿回钱咯 然后我又买 旅游保险 结果还赔偿我 张大姐现在用的平板电脑 就是赚来的 所以误打误创 所以有些东西 你宁可还钱先 我跟你讲啊 我去这些国家旅行 我希望那个房钱 住宿的费用 我希望我还 是有时说 他有些他要你 马上这一件说 剩下的你要去现场 用现款还 通常你要带现款 不然你最少要两张卡 万一你在路途当中 一张卡完全不能还 你怎么办 你现款不够嘛 有些国家没有兑换的 很差的 所以我现在有那个 我跟你们 那个Master的YouTube 那个也是好 你就要放钱在里面 不过无路如何 现款还 你就要留现款 对我们是有利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 汇率越来越好 到了明年二月 我去的时候 哇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 前现在已经一块 换345 之前 哇345 之前我 我槟城之前 换到339了 现在已经345了 是吗 那如果明年了 当然我不是去马来西亚了 明年可能 每个国家 因为我们 我们strong嘛 所以也是常 我们strong 不见得好 我们去别的国家 就好 我们自己国家里面 东西就起价 其实也相对也是不好 不过我现在是讲 出国旅行的事情 所以有时 雨天说 你把现款 带去还 也有好处 有着手 你的钱 这个钱 很大嘛 都很厉害 但には 水平 其实有20回程 我一次去20多天 有 20 几天지 200 日 一串飞机票으로 我就真的是这样想 我一枦飞机票 그다음10多天 我一张飞机票玩二十多天 但是你有懂啦 我跟单大姐我们是慢的嘛 我们是慢 我们是旅行 我们是走马看花 没有 我们不会走马看花 但是我们走很慢 看很慢 我们可以过日子这样去旅游的 我们可以一个早上 如果到那个地方 一个早上坐在露台 看那个湖水的变化 我告诉你 我没有太贪心了 我要看世界各地的那种 比如说阿拉斯加啦 南极啦 我跟你讲 我看那些节目啊 我告诉我自己 我有钱我也不要去 很辛苦的咧 那个中国小妹去南极啊 哇每天要从轮船下船 然后整个装备 弄得干干净净 小船去到那里 不一定能够上岸 如果那些那些企鹅在岸上 损弱 他们就不能够上岸 上岸也很小心 那个那边的导航 想岛会擦那个旗舰 就乱乱走的 你知道吗 哎呦 真的是 然后天天吃 吃到最后它疯掉了 差不多 结果 结果它说 还好它有带螺蛳粉 中国人喜欢吃螺蛳粉 每天 我看它讲 我自己都没有私欲 今天牛肉 明天羊肉 后天鸡肉 今天牛肉 哪来炖 明天牛肉哪来烧 后天鸡肉哪来炸 后天鸡肉哪来炖 就是整 就是那几种肉 牛肉 猪肉 鸡肉 羊肉 对不对 猪 鸡 羊 牛 四种肉 不同的煮法 每天换 他去一次40天 我当然费用很高了 40天的南极 探险 我们就跟着他 镜头走就好了 我的命就是这样 所以家里的电视机够大 也不错了 几个 几个冒险家 年轻的 都是年轻的 没有65岁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 年纪大的 所以没有了 所以所谓的 这些冒险家 这些所谓的 去做旅游 旅游的 纪录片的 写实片的 这些作者 这些摄影师 他们都是年轻的 而且他们用那个 无人机 拍 拍到的那个景色 人都不可能看得到的 人都不可能到的 所以 满足了 那些不能够到的地方 我们何必去痛苦呢 那我听说 有人说要去北极看激光 有人跟我讲 去三次都看不到一次 也有了 真的不一定了 很碎 但是有人去一次就看到 哦 毕生难忘 那好咯 我就看电视咯 肯定有的看了 就是自己RQ一点 哎呀 我没有办法到 我到了我也没钱去 我去了 我也没命看 所以我跟你讲 心态是很重要的 有钱 去哪里玩 我跟张大姐讲了嘛 这一两年 我们在走都 大概不大能够走 我们就 也没有贪心 也不打 有个地方 有个国家 她不去 我也不去了咯 我都跟她讲 不然去她的 所谓的 自治区呢 不要不要 自治区也不要 我就 去死 从前那个自治区 我去了五六次 跟她 不只咯 澳门我不能去多少次 香港我不能去多少次 她现在没有行 她完全不行 也是好了 省钱 一张香港飞机票 也不见得很便宜 哦 有有有 直播 重新连接 你们有没有 我跟你讲 有听到报应 是我的WiFi不好 你看我那天 在JB 直播 声音多么美 但是图像不美 因为我的 我这个平板电脑 没有带去吗 我带 我这个 我现在跟你用 这个是我最好的 平板电脑的画面 我不可以带出去的 等一下一跌倒 不是跌倒 是我弄她跌 她不会自己跌倒 就完了 我现在当然紧紧了 那也去买 随便增加好的器材 没有啦 最近那个 我一个月 每个月的那个收入 越来越低 惨了 不来 我爱你 有差 未来的 我不跟你贏了